中華民國旗艦兵在大陸上就死了 那我們拿著國號 等穿著獸衣嘛 獸衣不能脫掉 要把你騙進地國的棺材 把你拖滿掉 誰是他的主人呢 就是我們 沒有別人 今天造成兩岸 一邊一邊 不是我們的責任 是毛澤東的責任 是共產黨的責任 是共產黨的責任 所以今天定的所謂台獨立 是有共產黨的責任 共產黨的責任 因為中共把 歐華民國 分別 歐華是國家 但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 台灣 一直是不就有 不就有問題 也沒有所謂台灣問題 我們有的就是中國問題 是共產黨的問題 所以 剛剛那個 你說柏林講 問題在中國 不知道我們問題 這是非常正確的 你只是說 這個問題是 從中國 而不是台灣 這是非常正確的 我以前 推動這個時候 很多陸會說 是同胖 我今天跟各位講 我從來不是同胖 我 我從來不是獨貌 而且呢 我認為 為獨立 是世界文明的潮流 中國共產黨說 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已滅亡了 還在廣州中山民 中華民國做的牌子 說中華民國生日於1912年 死了1949年 那中華民國既然已經在當中就死了 那我們 拿著這個國號 我們等著它們死 我們叫瘦衣嘛 你知道嗎 可是 中國共產黨人也蠻說 你的瘦衣不能脫掉 奇怪 你說 中華民國滅亡 那也不准我 把瘦衣脫掉 什麼意思呢 他是要騙臺灣人們接受一國兩制 宣布臺灣已經死亡 要把你騙進一國兩制的官才能把你活埋掉 從所有的角度來看 依照1976年 聯合國通過了 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益 國際公約 第一條講 所有的民族都自決 政治自決 所以 不管以前的怎麼樣 我們今天 臺灣 對於臺灣的苦力 我們是有政治自決的 所以今天臺灣是誰的主人 誰是臺灣的主人呢 就是我們 沒有別的